接下来401 这一题是老题目 2006 2000的时候好像就已经画过了 点上一点速度相对小老鼠 宽度的话是130.60按Enter 我用画对角线来做打稿动作 然后再画一个里面的那个相对小老鼠 X轴122逗点Y轴的话是52 Enter 好画面稍微收下 呼叫画线的指令抓抓 呼叫移动的指令抓终点抓终点 好把打稿线先删掉 接下来呢这一边外围的圆先画起来 呼叫画圆的指令抓 半径10 再来直接按Enter就好了 好 呼叫画线的指令 我抓四分圆点 把这一条线先补起来 呼叫偏移复制5 这一段距离是5 好 打稿线删掉 呼叫画圆 切切切切切切切一切二切三 好 打稿先删除掉呼叫修剪的指令 再来这一边呼叫画圆的指令 先输入一个提切切切半 直接用单径指令输入 参数会比较快 然后这一个半径是100 好 呼叫修剪的指令 一样 再来呼叫近色 mi 再来一次 好 好的 好的话 呼叫修剪的指令 呃 选四个边 比较快 Enter 点掉不要的 外围做起来了 这一个 然后呼叫偏移 呼指 往外偏移 山 往外偏移 山 呼叫圆角 输入一个F 输入一个R 半径3 你直接输入一个P 因为它是聚合线 就一次完成 好 好的 这边因为没有线 所以我再补一条线 当然 你可以直接把它炸开也可以 呼叫偏移复制 这一个是7.2 选点 再一个4 再来8.6 再一个4 好 这边我们画一个局形 这一个局形画起来 好的的话呢 我们AR正列 这一个是5个5列10行 选取物件是选这一个刚刚画的局形 嗯 左右偏移的话 你就直接选 抓这个点 然后抓这个距离 好 确定 好 这边做好了之后呢 挡搞先删掉 图形好了之后 我们来 查一下 它问我们包含角 你就直接用角度的指令去选它就好了 好 好 这一个 呃 17.5948 对 好 再来B B 是 这一个 好 B是这个 对吧 B的长度 B的长度 它是问长度 长度 长度是标注的指令 另外的标注指令 有一个标注长度的 好 好 好 这一个是标注长度 6点 欸 67点 好 9 6 7 4 好 这个 然后再来 终点C 是终点D的距离 C跟D的距离 查距离 查询距离 终点 到终点 好 终点的距离 160.2944 对 好 再来 呃 交点E跟F的距离 一样是查距离 交点E 先找到E的位置 E 这里 到F1234 第四个 1234 第四个 好 这一个 好 这一边是79.0918 好 我把这一个 打稿线 这边忘了3 好 再来 呃 斜线面积 那我们就直接做薄面 这个 这个 后来发现 薄面的指令 可以直接用 算是蛮好用的 我把它填建成好的 好 点选点 好 确定 好 先把它填起来 然后呢 查面积 查面积的话 就呼叫面积的指令 面积 然后输入一个O 然后选上 好 按Enter 它在计算 来 面积在这里 3248 000 好 这一题就到这边